嗨,大家好,我是奧龍斯 我現在來到位置是在花蓮有一潭旁邊的慈然森林樂園區 那這個地方有一台正氣母車喔 那帶我們去看一下 那根據這個介紹看板人物的介紹 他原本服務在太平潭林場羅東製圖廠間的平地森林節道 那後來1979年的8月森林節道廢止之後 然後就行使囉,我們來去看一下 我們現在眼前看到的鐵軌是762軌距 蒸氣機車頭的後方 大家可以看到原本的燈已經壞掉了 眼前看到的這個鍋爐 被頑皮的小朋友丟起這些實力 但是呢,各位小朋友 蒸氣火車呢,是吃煤炭的 它並不是吃石頭的喔 要好好的愛心 好,那這個就是駕駛室裡的一個樣貌 這是駕駛室裡的一個轉發的一個設備喔 然後鍋爐的部分 那在鍋爐上方啊 還有很多一些切放的一些設計 還有很多一些切放的一些設計 這些地方 這是駕駛室窗戶的一條貌 黑氣管的一車 它也正常的巡長 那在屋頂呢 你可以看到駕駛室的瘋瘋 那目前這應該是這次的地區喔 然後在鍋爐上方啊 還有一些氣發表的一些設備 那目前呢 看起來看似完好 但是呢 其實都狀況不是很好喔 那就是鍋爐室裡面的一個樣貌 然後 全部都是石頭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這些駕駛駛的 軸承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看 動軸 它目前啊 這個狀況 也是 一下 接著我們來看車頭部分 在這裏我們做出的延遲了 我們的耗塑燈的插銷 它也像是 這個影響的 然後上方的這個 燈 烤的部分 它的影響 這個轉發 都會壞掉囉 那因為是露天的關係啊 所以呢 我們 有 有 好奇心驅使啊 然後 一直 就會有一些 破壞的行為的 這些行為的行為 那 這台呢 5號 這幾機車呢 就會 停車場 上方 那如果各位啊 有機會來到 石南森林河區呢 別忘了 再開一下 這台 103的 5號 這幾機車喔 那 喜歡我們的影片 別忘了 分享 小鈴鐺 還有按下 訂閱按鈕喔 我們下回片